大家好,我是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灵性存营养师 在了解为何均衡减重饮食是最被推荐的原因之后 接着就要知道如何设计减重饮食 由于没有一套饮食方案可适用所有人 即使是均衡减重饮食也是 因此如何量身定制个人化的减重饮食 就显得格外重要 首先依据个案的身高、体重与活动度 来设定热量摄取目标 再来决定六大类食物可摄取的份数 以这位34岁的男性个案为例 要如何定制个人化的减重饮食 首先要先决定个案的体位 以174公分、104公斤的体重 BMI是34.4 是属于中度肥胖的体位 在确认个案的活动强度之后 就可以知道它每日的热量摄取应该是多少 无论是从检疫板或每日饮食指南 都需要确认个案的活动强度 才可评估其每日热量需求 以检疫板来试算 104公斤乘以每公斤体重20大卡 每日约需2080大卡 而从每日饮食指南 则可由性别、年龄及活动强度来决定 所需的热量约是1800大卡 或连到中研院营养资讯网 输入相关的资讯也可以获得相同的答案 而且网站还会提供六大类食物的一个建议 让民众知道如何从六大类食物中 摄取所需要的热量 接着在依病人状况做目标设定 除了以女性一天1200到1500大卡 男性1500到1800大卡做目标外 还可以以总热量需求减去500到750大卡为目标 以每周减轻0.5公斤为原则 初步可设定半年内减去原体重的5-10% 而通常减去3-5%就可以看到临床指标上的改善 在确定热量后就是要决定六大类食物的分数 从上一张施赖可知 热量大致会落在1200、1500到1800大卡 而依据107年新版的每日饮食指南手册 就有教民众如何从六大类食物中摄取足够的热量 以1500大卡为例 颧骨及味精致杂粮可以吃到2.5万 豆鱼蛋肉类可以吃到4份 乳瓶类1.5杯 蔬菜类3份 水果类2份 油脂与坚果种子类4份 由于六大类食物所含营养素不同 没有任何一种食物是具备所有必需营养素 唯有多样化摄取不同食物 才可互补欠缺的营养素 以确保营养适足 颧骨及味精致杂粮类的一碗 是以家用瓷碗盛装的白饭或五穀饭 或是两碗的粥或面 半碗的芋头等 都叫做一碗的颧骨及味精致杂粮类 而三汤匙的麦片及十字腸的玉米 则是属于四分之一碗的颧骨 及味精致的杂粮类 一份豆鱼蛋肉类 像是一杯190毫升的豆浆 一颗蛋 半盒豆腐 以及三指宽或半掌心的鱼或肉 一杯乳瓶类是240毫升的鲜奶 三汤匙的奶粉或是两片起司 而一份蔬菜类则是煮熟后 以碗盛装的8到5分满的菜 一份水果类除了是以碗盛装的 5到8分满的水果外 也可以是一个拳头大小的柳丁或者是橘子 最后是一份油脂与坚果种子类 约三分之一匙的大豆油 半汤匙的沙茶酱或是一汤匙的坚果 在了解分数概念后 以一天1500大卡为例 在六大类食物中的分配 如表中所呈现 可依个人的喜好平均分配至三餐中 而如何将一天1500大卡向下调整成1200大卡 可从表中所呈现的六大类食物中 减少一碗颧骨胃精制杂粮类 与一份的豆鱼蛋肉类即可 而如何快速将一天1500大卡向上调整成1800大卡 可从表中所呈现的六大类食物中 增加半碗的颧骨胃精制杂粮类 一份的豆鱼蛋肉类 以及一份的油脂与坚果种子类即可达到 另外了解食物的热量密度也很重要 所谓热量密度是指每公克食物中所含的热量 学会吃低热量密度食物 就能让你在控制热量下可吃较多的量 也就比较不会饿肚子 大家都知道 每公克的糖类跟蛋白质可提供四大卡 而脂肪每公克可提供九大卡 其中酒精也有七大卡 而纤维算是糖类的一种 但它每公克只有零到两大卡 因此高含水高纤维 以及少油脂的食物 其热量密度也就比较低 因此要会选择低热量密度的食物与饮料 以及高营养密度的食物 来取代高热量密度食物为原则 低热量密度的食物 不但能减少热量摄取 还能兼顾饱足感 以备证实有较好的遵循率 减重及维持成效 以排餐为例 常见的排餐如左边八百大卡的图片 肉大蔬菜少 若是为了控制热量 而减拌所有的食物 在不会选择食物的情况之下 可能会吃不饱 但若学会选择低热量密度的食物 如幼土一样是提供了四百大卡 但所增加的低热量密度食物 像是蔬菜则会让人更有饱足感 甚至饭前先喝汤或是蔬菜沙拉 还是整颗的新鲜水果 都是可以减少高热量密度的 乳菜摄入量的一个简单策略 至于零食点心可以怎么选 以同样一百大卡的洋芋片 糖果跟葡萄干 转换成新鲜圆形的水果 像是葡萄 苹果跟小番茄等 是不是更可以让人有饱足感 而且又可以满足人体所需要的营养素 像是纤维 维生素及矿物质 而且烧汤烧饱和脂肪 又低钠也有益身体的健康 而饮料可以怎么选 一杯可乐将近一百四十大卡 啤酒至少一百五十大卡 手摇饮绿茶也有将近两百大卡 而加了奶跟珍珠之后 甚至可以到八百大卡 如果可以水或茶包 气泡水或饼卡可乐取代 是不是也可以满足口欲 却又不会增加身体的负担呢 另外以同样一百克的美乃滋来说 除了有高比例的油脂外 还有精致糖的添加 油醋酱跟和风沙拉酱的油脂 却只占了美乃滋的三分之一 但需留意 和风沙拉酱的那含量 若能换成黄瓜优格酱来搭配生菜 其热量甚至不到美乃滋的十分之一 是不是也可以满足口欲 却又不会增加身体负担呢 而外食足可以怎么选择呢 碰调方式就是决定热量高低的主因 无论是鸡腿或猪排 原本热量可能是两三百大卡 在经过油炸或油煎后 就会使热量翻倍 而蔬菜更可怕 它可以从原本的六十大卡 在油炸果粉成天妇罗后 就暴增到两百五十大卡 因此 最健康的烹调方式 应该是以蒸煮炉烤的方式 来避免摄入过多的油脂 还能享受到食物天然的风味 还有台湾人最爱的火锅 以汤底来说 一杯麻辣锅 相当于三碗的酸菜白肉锅的汤底 都可以提供一碗饭的热量 但即使昆布锅跟蔬菜锅热量极低 但食材中的油脂 还是会被吸收到汤底 也等于是间接吃下了热量 因此喜欢喝汤的民众应该留意 至于沾酱以一磁15克来计算 热量最高的前三名 分别是腊油、沙茶酱及素沙茶酱 都需要小心的选择 还有肉品的选择中 以和牛以及牛五花的热量最高 一盘可达四五百大卡 再来才是猪五花跟猪梅花 接着呢是鸡腿肉以及低热量的海鲜 最后要讲的是进食的顺序 建议进食前可以先喝汤 再来吃蔬菜 肉跟主食最后吃 这样就能有效的减少高热量密度的食物摄取 至于慢性病患者的饮食上要注意些什么呢 无论是糖尿病或肾脏病患者 再三大营养素的比例 都与均衡饮食的比例相近 而糖尿病病人更要特别注意的是 避免精致糖的摄取 含糖食物中的颧骨及胃精致杂粮类 乳品类及水果类的分数 也切勿过量 以免造成血糖的上升 加上糖尿病患者 容易并发心血管疾病 因此也要留意高脂食物的摄取 而肾脏病患者 在限制蛋白质摄取之余 更要掌控好优质蛋白质的来源 其选择顺序可以是 植物性蛋白质的黄豆优先 再来是鱼、蛋跟肉 接着是要留意电解质与水分的摄取 还有减重物态集 这些都是会造成肾脏的负担 最后减重不是一定要限制进食 让自己挨饿 而是透过认识食物的特性 并善用饮食的技巧 让自己吃的均衡 还能健康享受